非洲盛产斑马,从古至今,为什么都没人将其驯服,用来更甜或打仗家族性? 在漫长的历史中,东亚人驯养牛更地,阿拉伯人驯服骆驼做骑兵,印度人或者东南亚人训练大象做骑兵 非洲盛产斑马从古至今,为什么都没人将其驯服用来更甜或打仗? 其实非洲人和西方那些猎强,都为幸福斑马做出过尝试但最后,还是以失败告中首先斑马性子太烈,而且比马更灵活攻击性,强喜欢咬人咬动物像王八一样,咬住就不松口 在美国动物园里被斑马咬伤的饲养原比被老虎伤害的还多 其次斑马也性十足,戒备心很强不好捕捉,即使被人用套子或绳索套住 也会不停地挣扎 最后斑马很容易受惊 有一丁点小动静的时候他都会疯狂乱跑,无法制止 平时也喜欢一天到晚有事没事的嚎叫 还有他虽是群居生物,却没有家族性三大斑马品种 平原斑马,山斑马,细纹斑马中两种没有家族性一种 只有发勤期才会具有临时的家族性 以上都是从斑马自身的条件来阐述 为什么都没人将其驯服用来搁田或打仗 现在从人类的角度来阐述一下原因斑马 虽然被叫做马骑身体结构上更加接近驴 全胸脚窄关节也不够灵活 因此斑马跑起来速度不够快 也不如马和牛有耐力使用性不高一 斑当做观赏物驯服马可以跑到每小时65公里 左右而斑马的速度一般 只有40公里每小时 马能驮着人跑上一两百公里牛能耕田耕一整天 斑马这两方面都不行 由于斑马的特性导致训练他所耗费的时间和成本都远远高于马和牛 再加上他被那些会驯马的民族发现的时间更晚 所以基本没人愿意驯化他们 愿意驯服斑马的那些人 也不过就是让他表演马戏或者拍电影 好点的也有把斑马驯服用来拉车或者骑成 不过这只是个例 至于用斑马来耕田或打仗 基本不可能到目前为止 全世界也不过驯化了不到20来偷斑马 而且黄都花了九牛二虎之力 喜欢的话多多关注 多多点赞多多收藏转发和评论 谢谢本人其他文章 也很精彩欢迎品读